您在进行远距教学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您只有一个萤幕 那么当您把萤幕画面分享之后 可能要开始进行您的简报 或是您的教材 这样的一个说明 可是呢 这个时候您看不到 在Google Meet上面同学的提问 或者是讯息 所以您必须在 这个视窗之间不断的做切换 这样其实是有点麻烦 现在我们可以透过 On Top Rift卡这个软体呢 来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 首先您可以在 我的部落格这边选择 安装的版本 或是免安装的版本 如果你选择免安装 您只要把它解压缩之后 执行On Top Rift卡 这样的一个程式就可以了 接着您会看到它的视窗 就是空白的一片 您在上面按右键 选择您要监看的视窗 接着您就可以在画面上使用滑鼠去拖曳它 不管你切到哪一个应用程式 它都会变成在最上面 当然有时候您并不想要监看这么大的范围 我们也可以选择局部范围来做监控 在这里面它其实也可以像我们这样直接透过滑鼠滚 来做视窗的一个缩放 首先如果我只想要监看就是右手边这个区块 我可以按右键Select Regen 把我要监控的区块的范围把它框悬起来 完成后按Dumb 这时候一样我们可以透过滑鼠滚轮 跟滑鼠的拖曳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 但是您要特别留意一下 刚刚的这个视窗您千万不能按缩小 或是我们有显示桌面这样的一个动作 此外如果你希望在监控这个视窗的范围的时候呢 还可以操作这个视窗的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在上面按右键 Advanced Enable Click Forwarding 这个时候您的滑鼠左键 就会有原本的功能 可以在上面直接做操控 请用这个功能之后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虽然您可以在上面进行操控 但是你会发现 您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位置 您可以用滑鼠滚轮改变它的大小 但是移动的功能就因为切换成滑鼠而暂时无法使用 这个时候你可以按下键盘上的Escape ESC 他就会把这样的模式关闭 那您就恢复原本的只有健康的功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